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胎儿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 结果把他剁了 这个是有很大的罪业 等于杀人一样 不仅是等于杀人 而且是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女 那么他的后果一定是很悲惨的 像在这个一部计时纪录片里面 叫蚕食的理性 这个纪录片讲述了 有一个刚刚堕胎的一位妇女 她做完手术以后 结果医生总是要把堕胎以后的成果 要给这个妇女来看 结果这个妇女看到一个小桶 里面装着自己堕胎手术以后的胎儿 已经是尸体的残骸了 看到有头 有手 还有脚 甚至连手指都能看到 血淋淋的一块块的 这个妇女看到之后心马上就碎了 她一阵晕选 没有想到自己竟然那么狠心 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女 所以她觉得自己精神不正常 她没有 她这个有深度的精神忧郁症 那么另外一位妇女 由于做了堕胎手术以后 手术不成功 结果导致子宫穿孔 她不得不每天都背着一个粪袋 因为她不能够正常的排泄 那么所以她不敢到这个人群里面 因为到了人群里面 她这个怕别人听到她排泄的声音 这个很难听 很尴尬 那么医生已经警告她了 她如果再次怀孕 她将会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堕胎给妇女造成了很多的身心的创伤 这都是杀人 杀自己的儿女的狗暴 可是这种事情 现在每天在世界上不知发生了多少例 我有一个数字 根据中国人口网的信息 每年在全球范围之内 堕胎的手术有五百万次 这个平均是每分钟有十名的女孩子进行流产 这个数字表明 大约是每六秒钟就会有一个胎儿 被流产 换句话说 我这句话还没讲完 六秒钟就有一个无辜的小生命 在母亲的体内被捕碎 被杀害 所以你看看 这样的杀业 给我们这个地球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古人讲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羊 每天造这么多的杀业 我们这个地球能不照样吗 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晓得 人都有投胎 都有转世 这个灵魂在母亲体内受到这样的创伤 你看他的心里有多少的怨恨 这个怨恨爆发出来 那就是我们人类的灾难 每年五百万的这样的一种无辜被杀害的冤魂 好 那么下来 这个女病人 她又在催眠当中回忆 看到自己又转世投胎了 投胎了 她说进入一个母亲体内 结果她出生以后 她发现 自己后来成为了一名男子的飞行员 原来她是在二战当中 做一个德国法西斯的一个男子飞行员 你看这个轮回当中 这个性别也是可以互换 她当时是男的 你看这一生已经变成女的 那么结果这个飞行员 她的家里也很幸福 有个太太 有个女儿 然后这个女病人说 她的这个女儿 就是她这一生的好朋友 叫朱迪 两个人 两个人一见面 他们就觉得好像一见如故 所以关系非常好 原来她过去世中就是妇女 所以人确实是要都知道 人与人之间都有缘分 所以我们要珍惜跟周围的这些人的缘 这个缘 对吗 这个女人